音樂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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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E-Studio 一鏡到底 我是瑋柏 我是瑋莉 瑋莉 你知道 今天在這個棚內的陣容 非常的強大 我都開玩笑的說 這是個偶像團體 然後各自其職的那種感覺 但是你把偶像逼到絕路了 因為在開錄前呢 我剛剛在來的路上 我覺得這是一個聯考會場嗎 在不同的角落 然後拿那個本 然後每個人旁邊秘密嗎 然後狂寫 然後現在他們又發白板給他 我想想說這是一個考試嗎 對 金馬獎在這個第56屆 即將要揭曉他的這個所有的獎項 那作為我們一個專業的這個娛樂節目 我們必須要從不同的視角 不同的專業角度 跟他們的這個各自的所長 來去分析今天的金馬 究竟誰有可能成為最大贏家 所以你就說今天發的來賓 就是每個領域當中的佼佼者 看他們眼光到底是對還是錯囉 不是在線上的就是很資深 有很多的過去豐富的經歷 以及還有科學數據的佐證 對 讓我們就來介紹一下 這些都是你的老朋友了吧 有老朋友有新朋友有搭檔 然後也有同業 就是我們的資深的媒體人 以及影評人何瑞珠 大家好 大家如果有看到一些過去他的影評 你就知道他這個就是針織著見 然後是有多麼的犀利 不管你看哪一篇後面就是何瑞珠 何瑞珠 何瑞珠 何瑞珠都是他 對啊 真的是從小看到大 太誇張了吧 從小看到影評長大的 對 那接下來呢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就是小慈網路溫度記的主編 阿豪我是小慈 有沒有看到他現在這個氣場 越來越不一樣 歷經了這個 是因為前幾次他覺得他自己獻算都很高 從金曲到金鐘 但我其實很剉 很剉 那再來就是我們幾句風格的這個編劇 Birdy 王伯蒂 大家好 我叫Birdy 編劇 再來就是大雲文創的資深企劃 凱茵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凱茵 再來就是曾經是我跨世代的主持搭檔 也是電影的線上記者 映魚 大家好 我是映魚 因為在金馬 他相較於金曲跟金鐘很不一樣的地方 是有很多的片子是觀眾朋友網友沒有看過的 我們剛剛在化妝室也是有稍微討論一下這件事情 因為你是有科學有機器 可是其他都是用自己的人腦去判斷 就是專業的 但是我必須要說可能因為對台灣的觀眾來說 其實金馬獎現在已經是他們可能認識補片 或是有什麼好電影的一個方式之一 那今年可能還有一些片是觀眾還沒有看過的 所以其實我們等一下看到在聲量的預測上面 確實是有些觀眾比較熟悉的 已經上映過的 會比較稍微吃香一點 但我必須要說可能這也是片商的考量 也許就是金馬過後也許得了獎會影響到 可能當週的聲量拉高之後會影響到後面的票房 很多的電影發行 尤其是如果他想要瞄準金馬 他的這個宣傳跟發行的這個tempo 就不會是在一年當中很前面 通常都配合金馬獎對不對 這是有幫助的嗎 我覺得要看他會不會得獎 所以這變成是一個賭注 所以我個人其實比較不建議是這個樣子 不是大好就是大壞對不對 對因為那個賭注你沒有辦法預測 但得獎就只有少數的幾部 不可能大家都得獎嘛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集中在這個 10月11月這個階段其實是不太好的 而且現在台灣還有台北電影節嘛 其實大家也可以跑到上半年 因為台北電影節是針對台灣電影 所以我覺得其實那個針對台灣電影的獎 可能比金馬獎更有希望 但今天我們請大家來預測 我們主要還是在演員的部分 然後導演還有劇情長片 請大家來分析一下 但想先請問一下編劇Berdy 就是有沒有今年哪一部片 是覺得他的劇本本身 其實就已經非常完整非常好 欸你知道他來其實 他不只是一個分析的角度 他自己也是在這個局內 他沒有辦法置身事外 所以就是沒有關係 讓他侃侃而談啊 你對於自己有什麼不滿 跟這次入圍項目的這個結果 不開心也可以直接跟住人說 我今天其實是來取暖跟討派 你先介紹一下 因為他是這個今年很重要的一部 類型片 類型片 你自我介紹我給你30秒 大家好 那我是江湖男士的編劇 對江湖男士已經上映了 當你們看到節目的時候 應該已經沒什麼聽了 所以你們就是等DVD吧 對 但是這部片 看過的都說很好看 那看過的人也很少 對 所以瑞作你覺得一個好的劇本 它是助力於最佳劇情片的很重要的基石嗎 對我也是這樣覺得 然後我覺得今年看到的那個 我認為劇本上是有最大創意的 就是江湖無難事了 哇 但是結果他沒有提名這樣 但是如果就提名 目前提名的來看 劇本我覺得最嚴謹的 寫得最好的應該是 陽光普照 因為你可以從5分鐘裡面看到 這些角色在過去15年發生什麼事 就是他的每一個劇 每一個節奏都是經過推敲的 他不會有那種很突兀的 讓你覺得很奇怪或不可思議的 有資深的影評肯定了 謝謝謝謝 我再轉1450給你 好精確的數字喔 含睡不含睡 所以除了在這個 江湖無難事的馮柏蒂是個遺珠之外 你們還有覺得其他包含了在導演 在劇情片上面或者是演員上面 還有其他的遺珠嗎 我覺得黃迪洋是新演員的一個遺珠 那我講一個很淺白的東西 就是像邱澤跟他搭檔 邱澤那麼帥 那邱澤又把他吃掉太簡單了 靠臉就吃掉百分之八十 所以他用他的演技加上他自己的魅力 他其實是跟他是打平的 我覺得以後啊Birdy 你應該要加入電影的宣傳行列 就不只是明星去宣傳 我覺得你加入的話 你會幫電影深色 好像那就是比較有效果耶 對 比較打動人心 其實每次應後我都覺得 因為應後常常很冷場 步道大會 為什麼普遍大家都沒有想要邀請編劇 一起應後QA啊 你亂講話 就可能絕對已經下班了吧 就沒你的事了這樣子 沒有事了 好回過頭來呢 我們就回到了這個最佳劇情片 在這個網路聲量當中 網路溫度計它有一個前五名 我們可以看到 從第一名到第五名 依序是返校 陽光普照 細物花園 熱帶雨 以及鼠鼠 網路對於返校這個IP跟明星 應該是很卓無用力是第一名對不對 因為其實 除了它上映的時間 算是比較吃傷以外 再加上其實 有一個點是因為之前入圍的問題 對 所以大家也會很直覺的去覺得說 那今年應該就是返校會拿很多 會入圍很多 會得很多 所以相對來說它的討論聲量會很高 但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真的去 很多台灣人真的都去看完了返校 因為它的票房很高嘛 我覺得算是時事跟政治有稍微到 影響到它的討論度 幫它加成 對 有加成的效果 凱英你怎麼看 畢竟就是返校它是一個很大的IP 它原本是一個電玩 那就是它已經有電玩的Fence 那現在轉移到大螢幕之後 因為它特別就是它是用愛情故事來包裝 1962年這個肅殺的白色恐怖時期 怎麼會有這個 這不是人死了才貼的嗎 地下組織天賦國家 老師就是在這裡帶你們讀書的 說包打開 再不小心一點 到時候他用錢再發行就完 不能讀書會出事 國家少人 就是跟現在的香港反送中 又跟時事結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看完了以後覺得它 各方各面的production value 又都很高 所以這樣 因為其實那個徐漢強導演 他本身就是遊戲迷嘛 所以他其實對於改編這個IP 他花了非常多心力 因為其實他也不能讓許多遊戲迷失望 那個演員方面我覺得也非常優秀 就是第一線在採訪到那些演員的時候都覺得 天啊他們跟戲中完全是不一樣的 就是像王靖嘛 因為他其實之前演的角色 都是比較大名大放 就是比較外放開朗的角色 那這個在 他在這個戲裡面 他其實是非常壓抑的 除了就是對於師長的情感要壓抑之外 他也對於他家庭 跟就是他的那個學校裡面的情況 他是非常壓抑的心情 然後加上那個魏仲廷 然後他是一個白紙般的那個角色 就是他就是有真性情的部分 然後也有自己非常討喜的地方 所以其實大家對於導演啊 或劇本跟就是他的那個演員都非常 都是就是很受大家的歡迎啦 就是所以入圍十二項我覺得蠻不意外的 反昇不得在網路聲量高 在現場的評審也深獲大家的心耶 我想問你耶 因為你某種程度有點窄 然後你又是某種程度有點窄 就是一個我覺得 你是會半夜打電動的人不是嗎 對啊可是我打的是戀愛遊戲啊 哈哈哈哈 我自己我是宅歸宅 但是我是玩比較女性向的那個遊戲 那像這樣的一個遊戲的IP 然後又是剛剛映宇說過 很多台灣的觀眾都喜歡的這種 恐怖啊輕鬆的 是不是你就不是會買單 可是對我來說反而 因為我完全不玩遊戲 所以他遊戲改變對我來說是 這一點是沒有吸引力的 吸引我是他們說 最近跟十四座結合 然後大家會說 你了解那個時代嗎 你知道思想上有恐怖嗎 你知道你現在自由從何而來嗎 是這個點才會打動我 但是就像毅宇說的 他不管在哪方面的群眾都打到 對然後好像不跟人家聊這個 就脫節啊 很可怕耶 沒有關係只要有看那個 從娛樂鄉民到E-Studio 我們就會知道 什麼樣是最硬的話題 都可以加入大家 可以跟人家很好聊 才比較有朋友 另外一部最近 以大家狂聊就是陽光普照啦 一一八九六 醫生說他懷孕了 他說是陳建合的 你兒子真的蠻厲害的嘛 人進去了 還留個髒屁股在外面給我們擦 一個小微生意 媽不說是因為怕你擔心 那你不說是因為什麼 不要再說了 陽光普照他緊接在十二項的返校之後 他是九項了 對不對 大家後面現在都不想跟你眼神對到 想說他現在接下來要指明誰 這很像那個就是我們在課堂上面 都不想看教授的那個感覺 對 對你怎麼去看待 鍾夢宏導演這一次這個作品 然後有九項出色的入圍成績 我自己是鍾夢宏導演的作品 我都有看 然後這是我最喜歡的 然後也是我覺得跟鍾夢前面的作品 有比較大的風格上改變的 你有覺得他比較溫暖了 對我覺得他非常溫暖 但其實他內心還是很暴力很殘忍 因為在片尾有一個很重要的事件 我們不能講 那就呈現了鍾夢宏應該還是要有的風格 對對對 他其實還是很殘忍 但是他的殘忍是有出口 我覺得相對於其他的 其他的他以前的作品 他是有一個出口 然後那個出口其實是 看完出去是會 因為我那時候看完出去 也有接受我一些採訪 我就說看完之後更有愛 直到隔天就 沒了 沒了 但是我覺得這已經是很厲害的 一個電影的給人的改變 映宇你對於鍾夢宏導演的作品 你是屬於比較年輕世代的 那你怎麼去看他 可能停車你還沒有追上 但是這些年的這些作品 你有看到他的轉變嗎 因為其實中島一直給我感覺就是很強悍 非常很多男性的電影 就是他的電影通常大部分都是男性主導 然後就是非常少的女性角色 那這一次其實很主要是我會被打動的原因是 第一個他講的是家庭的概念 然後第二個是柯姐在裡面真的是非常突出的女性角色 我覺得這是在中島的電影裡面其實非常難得 因為他的電影其實都是一幫男神嘛 通常都是這樣 他這一部是大家都說是最貼近人心的角色 就是最貼近人心的電影 就是他的他歷屆作品以來 所以就是除了就是 以前的那個像剛剛大家講的可能最後很暴力的部分 就是會讓大家覺得殘忍的地方 其實他最後最後的收尾的地方 我還是覺得他是很美跟有 就是至少有撫慰到我的人心的感覺 幾位專家 一般民眾都只會說 每一部看起來都很強 都有自己的特色怎麼投 對所以我們要交給專業的來 所以大家現在在版本上寫下自己覺得 今年最佳劇情長片得獎的是哪一部片喔 是賭上自己的人生跟聲譽嗎跟職涯 如果大家一般來說比較是以卡斯來選擇電影的話 也許第三棉戲物花園是大家選擇 因為很多很熟悉的 會不會對你來講也覺得好像 都認識 都認識啊 不看啊 張家 張傑啊 李星傑啊 那戲物花園呢他也同樣在討論一個歷史 但他的格局比較大 他就在討論說日軍侵佔馬來西亞的時候 那有一些馬來西亞人被抓去當奴隸啊 當勞工啊 當慰安婦啊 其實這樣同樣的情況在全亞洲都有發生過 你要忘記這個歷史嗎 你要原諒這些加害者嗎 那如果你是一個受害者 你要怎麼樣去平復你自己的心情呢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題材是可以在全亞洲都得到共鳴的 是耶 因為我覺得這部片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概是小說改編 那這本小說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小說 就是他是大馬的知名作家陳團英 他有進入就是我們世界級的文學獎 就是曼步課獎的絕選的作品 然後就其實他就是真的是在講 六二年啊 然後是大馬那個時候 就是有很多人就是被進入那個日軍的那個戰俘營 然後其實這個戰俘營又是李星傑跟妹妹 他們兩個都進去了 可是妹妹卻被抓去當慰安婦了 所以他就是其實就是李星傑這個角色 其實你就知道說哇他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糾結 然後他就是對妹妹可能就是有歉疚 對 然後等到最後就是當然就是阿布寬進來以後 一定會愛上男神了嘛 那又愛上在那個時代背景底下 你又愛上了一個日本人 他是從國族然後到家族然後到你自己個人 所以這是一個一條龍的概念 就是非常非常厲害的作品 那此外呢有另外一位是相對於比較年輕的導演 就是陳哲義了 我現在來念出的這些名字 星期三 三點 五課 Peter Chan 就不能寫這位名字啊 我的媽媽 你老公今天沒跟你來 他在忙 以及還有另外一部就是這個叔叔 對 叔叔也是一個很特別的 是在講就是比較年長的同志之間的這個關係 所以說就會有不同的類型在最佳劇情片當中角逐了 我想要 這怎麼投 當然是交給現場的幾位專家 一般民眾都只會說 每一部看起來都很強 都有自己的特色怎麼投 對 所以我們要交給專業的來 所以大家要在版本上寫下自己覺得 今年最佳劇情長片得獎的是哪一部片喔 對 是賭上自己的人生跟生育嗎 跟職業來 不然喔 我們就是專業嘛 會不會最後Birdy寫蟲缺兩字啊 那也可以 也可以 我都滿期待他的答案耶 這是一個編劇的憤怒嗎 五位 我跟你講 如果到時候答案都一致的話 可能今年金馬獎就是他了 那我們來看看五位 好 請作答 陽光普照的返校 陽光普照的細物返校 我們現在看到 二對一耶 和睿豬陽光普照 然後小慈返校 陽光普照 細物 返校 可是的確今年最大的聲量跟討論度就是他們 然後加上因為大家現在可能看過 我覺得這些格外的有共鳴 所以那個關於那個一票的細物花園 凱姨你需要有幫他拉票或上訴嗎 我就是不負責任影評啊 就是我個人喜愛 今天我自己喜歡路線就對了 會得獎 跟你覺得他想要 你想要他得獎是兩回事 第一個投票只是我們小試水溫而已了 好 我們都會把它那個記下來 然後是會公布大家的那個 我們會 我們之後會剪一個短飾品 應該是這樣嗎 就短版就直接把那個答案 這樣我要改答案 然後換一個吧 萬一比如說是凡校德 我們就會一直特寫Birdy的陽光普照 然後就是大家持續關注一鏡到底的臉書 好 我們先這個把板子先放下來 我們直接進入到了這個項目 下一個項目就是最佳導演 今年最佳導演是不是一個資深 跟逐漸爬起來的中世代的導演 對 中生代的 沒有錯 因為其實在這個金馬當中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就是老江跟新秀的對決 而且在網路聲量上面 其實它也會取決於這個電影是否上映 那在上映中還有在這個媒體的曝光跟網路宣傳 也會有排名的很其實的這個改變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這個節目的籌備的會議當中 跟到今天來錄影 其實它的排名就出現了一些變化 在今天瞬間翻盤了 對 到底是誰在最後爬上了第一名呢 好 來為大家直接這個公佈的這個榜單 在這個金馬五六最佳導演的這個網路溫度計的網路聲量調查當中 第一名的直衝最後到了首位的就是陽光輔照 朱孟宏導演 大家應該都覺得 沒有人要第一 過 瑞珠你可以分享一下在這一次的這個當中 有些片子可能有導演但是沒有到這個最佳劇情的入圍 這中間的這個美美咖咖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就過去的這個歷史經驗看起來喔 如果你只入圍了導演但是沒有入圍最佳劇情片 那你就得獎的希望會比較渺茫一點 其實你可以去探討就是這個是有數據可以根據的 那因為這是一個大家互相投票的一個機制 所以呢這個導演跟這個影片呢 如果他得到的支持度是比較高的 他應該會同時入圍最佳導演和最佳影片 所以我覺得就是就這個項目來講 張作季和趙德映他們他們得獎 就得到最得獎的機率會比較低一點 因為他們並沒有入圍最佳影片 趙德映導演他這一次的這個風格 我覺得也蠻強烈的跟過去好像有點不一樣 而且搭配了就是無可惜的這個劇本 還有這些女演員們其實非常激烈的演出 雖然劇本裡面寫全裸 我們可不可以去問看導演他會怎麼拍這場戲 當然可以啊 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其實這一次他是第一次拍台灣電影嘛 就是台灣的部分 然後就是因為 加上因為這次他第一次拍類型片 然後以及就是找了很多的大咖的女性 就是有加入 他自己也講說是一部非常商業的電影 跟他以前的風格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一次就是其實 一剛開始大家看完主人秘密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 欸 gap不到導演的點 就是欸他到底想講什麼 他需要有很多的符號跟象徵去解析 那其實他不是一個很容易咀嚼的電影 就一般觀眾可能需要透過 偶吸或者是看影廳去了解他 那其實就是在最佳劇情片上面 我自己認為是 會讓大家覺得沒有那麼 共鳴或者是理解度比較高 那接下來我就要問小慈的是 因為你關注到這個第一名跟第二名的這個 就是順位有點轉換 好久沒看電影去 二紅二五 金盞好 三紅五 倒是小 倒是紅二五 張作基導演的這次的作品 他原本是在網路聲量上面是第一名的 後來被被炒車了 可是你怎麼去看他的作品 跟這一次網路的這個現象 其實因為張作基導演之前這部片 其實有在金馬映戰的時候是做為一個開幕片 那再加上這個女主角就是李雪凡 他一直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其實有不斷的一直謝謝導演啊 然後因為他前一陣子接受蠻多訪問的 然後其實就有很多他的戲迷們 就是特別的想要鼓勵人支持他 然後也覺得蠻看好這部片的 但是就在就是陽光普照上映後沒多久 就是可能 海山倒海的留言 對對對 其實就瞬間差了蠻多 我聲量就是立刻被追上了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看完以後是 自己覺得很有帶入感 因為他其實在講個家庭的故事嘛 家庭之間的矛盾 你知道我是個家訓班的教練 你認為我該怎麼辦 他最近站在讓頭上被超車 我覺得也是理所當然的一件事情 但剛剛我也不過也有提到之前 以爸媽不在家說要大家注目陳哲義導演 能不能請凱英姐為我們介紹這個導演 他的風格是怎麼樣 所以就我而言我覺得陳哲義他是一個人文導演 因為他爸媽不在家其實是在講說他小時候 然後可能是八歲左右 八到十二歲左右 他們家裡面請了一個菲律賓的一個女優 然後來當他的保母 所以他的他的 但是他又常常在作弄他 但是他等到他長大的時候 他才意識到說 其實那時候自己是真的非常不對 然後他很想念他的這個保母 所以他是從自己個人的角度 然後來拍成了爸媽不在家 但這一次的熱帶雨的話 他其實是在講一個更大的 一個藍圖的東西 他其實故事是在講一個 是馬來西亞的 楊燕燕飾演一個馬來西亞人到新加坡工作 然後他就是嫁給了一個新加坡人 然後他就是背負著 就是在整個華語社群裡面 女性該有的角色 最近比較少見他跟你起來 我求你早一點回來了 你明明知道我今天要不去 去洗澡 但他們就是又很久都沒有小孩 然後家裡面又有一個就是 你可能說是癱瘓的公公 然後他先生又外遇了 所以就有沒有就是 把女性可以遇到的處境 對 爛世 對 簡稱處境 然後通通都集合在他身上 然後這個時候呢 因為他教的是華語 在馬來西亞華語是很不受重視的 所以在學校裡面 他的地位也是非常之低 但是居然就是 原本是演他兒子的許家樂 現在變他的學生 那這個學生呢 就愛上他了 太精彩了吧 太精彩了 然後所以在他遇到這麼多 他女性的這個處境的問題的時候 他這個學生出現了 然後這個學生就是 就是一心 就是死心踏烈就是要愛他 對啊 那楊燕燕他的處境 就是越顯得艱難 所以這時候就我覺得 陳哲義他的角度 就是從他原本是 《八媽不在家》是一個個人電影 然後已經講到的是 一整個就是 女性處境的問題了 所以我覺得他 再怎麼樣 他通通都是在處理人的問題 但是他這次的格局 又再更高了一階 所以我覺得熱帶雨 真的很推薦大家去看一看 所以究竟在這個最佳導演的項目 五位請拿起你們的白板 你們會寫出 你們心中的得獎者是誰呢 讓我們滿期待的 今天都沒有再問韋伯哥 你覺得哪一位欸 因為我覺得難得 有我們這個陣容這麼龐大 你說上一次陣容這麼多 大概是紅孩兒時期了 對啊 所以我說今天也是這種 蠻像這種偶像團體的概念 對 究竟五位專業的人士 會評出他們心中最佳導演會是誰呢 當然 周孟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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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跳出一個林書宇 好的 周孟宏導演從這個瑞珠開始 這樣我們一路下去 已經拿到了這個 屁肌 但是沒有得到這個就是 我們都會請那個 只有一票的跳出來講一下 他們以後就擔心 自己就是那個很特殊的 沒有答案 來 映宇請問一下 在你心中書宇 是一個怎麼樣特殊的存在 不是 因為 我自己覺得就是 我要先說 我其實還沒有看過 那個西屋花園 對 但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他的格局是真的 跟他之前在百日告別 非常不同 那他其實要 導演要做的東西 就是要調度嘛 因為他需要調度到非常多 劇 那個團隊 因為其實就是 就是除了日本 然後馬來西亞之外 就是其實他是非常多的 團隊在運作的 那如果你要把這部片拍得好 你其實要把這個 不論是演員 或者是團隊的調度 要做得很 就搭配得非常好 你才有辦法去支撐起 就一部電影嘛 但中島我也是很喜歡的啦 但是他也是非常厲害 對 我只是想說 嗯 就是有一個機會 就是給 書與導演這樣子 我整個換成這個畫面 就是到時候 起碼講是最佳導演 得獎的時期 我不是鍾孟宏 就是這樣 然後從影上疊下去 那種綜藝感覺 怎麼會這個樣 你為你男主角 但只有三部片的意思喔 你就知道其他片都在幹嘛 我是 喔喔喔喔 我是不敢講 他真的是用眼神在演習 可以說真的只是看著你 然後他那個眼淚就是 很倔強的掉下來 也沒有看著我就看著大家 對啦 就看著大家 然後我真的覺得會雙蛋黃 我真的覺得很有機會 這句話我們會剪成破口 金馬56的最佳男主角 在這個網路溫度計的 這個網路聲量預測當中呢 我現在直接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名是烏劍和陽光普照 第二名還是陽光普照是陳以文 第三名是叔叔的袁富華 第四名還是叔叔的泰寶 第五名是京都的朱柏康 所以說五位男主角 但只有三部片的意思喔 你就知道其他片都在幹嘛 我是 我是不敢講啦 那其實我們就回過頭來 就看到 就真的是這些片子當中 這個同台的演員 這個其實是表現非常的出色啦 那Breddy你看一下 就是在這個陽光普照當中 吳建和跟陳以文他們的表現 他們的表現 完美 如果要問我的想法 我希望他關到老 關到死 完美 你好難得 所以這兩個你也是分不出高下的囉 有稍微分出來 那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這個兩個角色 可以有這麼好的發揮 我覺得中島的劇本 其實提供非常好的一個基礎 吳建和的這個角色的旅程 是非常有層次 然後高高低低 然後他完全把那個東西 內化到他心裡 就我們不會看到吳建和在那邊 大吼大叫或者是大哭 可是我覺得他很厲害的是 他用眼神在演示 他真的是用眼神在演示 他有時候真的只是看著你 然後他那個眼淚就是 很倔強的掉下來 也沒有看著我就看著大家 對 對 就看著大家 然後那個 對 那個眼神 你可以看到絕望或希望 而且他的表演是很低限度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非常難的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是看完以後 我就覺得吳建和 非常有機會 對 然後在戲裡面也是同樣入圍的是 爸爸是陳奕文 他大概從頭到尾他是一個 非常父權但實際上 窩囊肺的一個父親 但是他直到最後 他有一個爆發 那那個東西我們就不爆雷 好 但是你們要去看 好 然後那個東西他基本上 我覺得陳奕文 非常有可能因為 兩段獨白就得以無敵 第一段獨白是 如果在場看過就知道 他在那個 駕訓班的時候 講一講他開始講到他自己 一個失去的兒子 好那個 基本上是他的口氣是波然不驚 但是你知道他內心已經快崩潰了 然後另外一段獨白是 接近尾聲的時候 他跟他老婆科俗琴在山上 然後他跟他講了一個故事 可是同樣的就是陳奕文 他也不是像很多劇場演員獨白的時候 這樣子唱作劇佳 他是很內斂的 然後你從聲音的低限度裡面 可以聽到他內心已經快的瘋狂了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角色 我真的不知道要給誰 我就覺得這個劇本很棒 然後他們都演得很棒 都完美 但是我覺得Birdy真的講出來 他們兩個人表現當中的 各自的這個優點跟特色 那此外呢 我也想要請教瑞珠的就是這個叔叔了 因為這就是另外一部片 同時有兩位演員入圍了 他是根據就是香港有一個調查 就是去調查年紀比較大 60歲以上的同志 他們現在過的生活 然後因為他這個劇本是有根據他很多的調查 然後寫成的這個兩個人 所以他的故事其實是比較平淡的 但是因為我們比較少看到就是 男同志在老年時的生活 其實老年人是比較少被拍的 然後如果他們又是同志的話 就是更少見 所以我覺得題材上他是比較少見的 然後劇組在找演員的時候就是 就很多人都不想要接 因為有性愛場面 就是好像老年人是比較抗拒性愛場面的 所以他就是他有一些突破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就是因為那個劇情是滿平淡的 然後他在表現上 就演員的表現上是有一些局限的 他沒有像那個陽光普照的劇本是比較強烈的 比較有多很多線性故事發展 所以我覺得就演員的發揮上 他們本來就比較難發揮 所以我會覺得陽光普照在這個方面是比較獲勝的 那京都的朱伯康呢 可以請凱因我們介紹一下嗎 他之前其實滿多元的 他也當過劇場演員 也當過歌手 對 春麗鳳 誰是楊樹偉啊 因為這次入圍只有三部片 然後就是五個角色 剛剛都已經說了兩個是雙蛋黃 等於說是兩對父子 不管是父子還是情侶 然後都雙雙入圍 朱伯康在這邊的話 他就是感覺是身世真的會比較相對的弱勢一點點 而且他在京都裡面就是 是飾演一個 有一點點廢的男朋友 相對來說這個角色本身也不是這麼的討喜 所以他當然也是演得很好 畢竟人家是香港劇場 吳正玉 對但是相對來說 我真的覺得他的發揮空間就會比較小一點 所以現在一樣請大家投票了 究竟是父子得獎還是情侶得獎 還是濫軟人會得獎呢 對而且就是在過去的金馬這個 雙蛋黃的經驗當中 曾經比 年份比較新一點 就是七月雨安生了 對那時候馬思純他們真的就 兩個人都拿了金馬影 跟周冬雨 所以是不是今年很多人 如果你真的 就像剛剛Burdy說 兩個都完美寫不出來 是非常渴望雙蛋黃出現 我們就看考驗著 今年的評審團的智慧跟口味了 好難喔評審 最佳男主角得獎的是 陳奕文 陳奕文 烏劍河 烏劍河 烏劍河加陳奕文 好聰明的回答喔 天啊 我真的覺得會雙蛋黃 我真的覺得很有機會 這句話我們會剪成破口 沒有的話多十次 對其實 各種可能都有 所以我們就期待金馬得獎的那一天 這次沒人投X就對了 講太白了 我不是就這個數據講 男主角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要見到女主角的部分了 對那在這個影后 其實今年也是 這個戰況非常的激烈 國民學姐 好我現在先抱一下這個網路溫度計的 網路聲量排行榜當中 在金馬五六最佳女主角的第一名 就是返校的王靖了 第二名是陽光普照的柯淑琴 第三名是呂雪凤 以那個我最親愛的陌生人入圍 第四名是西霧花園的李心潔 以及第五名是熱帶雨的楊艷艷 這五個名字大家聽到 其實在這個聲量上面 人氣上面 媒體的曝光度上面 跟演技上面都各善勝場 好小思 從你這一個網路溫度計的主編身份去看 王靖能夠拿到第一名 是不是跟他的年輕時代 還有跟網民的支持有關係 必須要說多少是有影響的 對因為他真的是新一代的就是 國民學姐 算是新女神 但是其實他裡面的討論度 有一部分是來自於 因為今年入圍的關係 然後返校入圍很多項嘛 那有很多人是因為說 是不是減少了一些競爭者 才讓王靖入圍 那當然就會有學姐的護衛隊出來說 沒有其實他的演技是很好的 這是我輔導的學生 他闖禍了 你也沒有看他之前的片子 或是你的孩子 不是你的孩子 也有入圍金鐘嗎 就是會有人出來幫他說 你是不是就是他的護衛隊 你剛剛那段講的好順喔 我就是 我有看仔細 其實真的有很多人去幫他去護航說 可能在返校這個角色 他的發揮是比較少一點的 但是如果你去看他的其他片 其實他的演技是還不錯的 就會有一些這樣的討論度 但這個新世代 你看看這個其他重量級的名單排開 我不曉得他自己心裡 是不是會有自信 覺得他可以躲下去 我覺得他前面躲了四道牆 很可怕欸 對瑞珠從你的這個專業 跟資深的觀點來看 你覺得陽光普照的柯淑琴 他是不是就是那一道很難跨越的長城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柯淑琴 這個媽媽是比較特別 就是他其實是很強悍 但他並不是表現在態度上 而是一個心態上 然後他也不會跟他老公廢話什麼 就是他就是講重點 OK 那通常結婚20年之後 會不會到一個涅槃的境界 你看到他們家裡面都是講重點這樣 彼此之間其實是有關心的 但是你看不到 所以他有很多 他埋藏在心底底下的東西 不是這一種很裝潢式的 但你要把他的這個火候 並不是有一個劇情去推他 讓他去什麼很激烈的 什麼痛哭流涕 沒有 但是他還是可以表現出那個 強悍的母性的保護兒子的心情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在劇情長片有投戲物花園的凱英姐 在這邊是需要為 李欣傑拉個票嗎 我個人真的覺得李欣傑演得非常之好耶 對啊 因為就是像剛剛所說的就是戲物花園 他的劇情是一個這麼飽滿的東西 他可能同時間他要展現出很多層不同的樣貌 就是可能他需要就是展現出他很愧疚 或是說他覺得那段記憶太痛苦了 他其實是想要遺忘的 然後為了想要彌補這一段 就是對妹妹的愧疚 他可能又要展現出一些企圖 其實說我想要去學怎麼樣造景 怎麼樣做一個花園 然後但是就是又愛上了這個 就是他的造景的老師 就是這個日本的這個造景師 那所以他同時間他是要展現出他很多不同的層次的情緒 所以我個人就覺得真的李欣傑這次真的把他詮釋得非常的好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位已經在金馬的女配得過獎的就是呂雪鳳了 是 映雲你怎麼去看呂雪鳳 因為他之前跟張作季導演已經在《醉生夢死》合作過 表現得非常出色 也讓他在金馬獎能夠得獎了 在過幾天就是我的生日 然後會有一個朋友會在看你 這是我爸爭闖多年的 純銅的 你那個波子現在也錄過早 那我帶進去 他演的角色我自己看啦 我覺得他不是很討喜的一個阿嬤 就是他是要照顧一個就是 不愛他的老公 然後跟他不親的女兒 然後只剩孫子跟他一起唱歌仔戲 然後呢就是整個家庭的氛圍就是 其實他想要把大家都拉起來 他想要大家聚起來 可是他做不到 然後其實除了就是 他的 他愛的人都不愛他 所以他的這個人 是充滿著很多的怨念的 那有一場 就是大家印象最深刻 一定是那個菜市場爆發的戲嘛 那那一場呢其實 真的是 我在看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是有點覺得 這個人好可怕喔 我覺得很害怕 我在路上看到他 我會想要趕快閃開的那一種 就是他把這個角色演得 就是 他說他沒有風 可是其實他的表現行為是很瘋的 但是因為這一場是他的得獎場 所以會讓我覺得就是 他滿有可能會因為這一場 而就是受到評審的青睞 對 好的現在請五位拿起你們的白板 寫下你們心目中的 今年最有可能得獎者的名字 登登 柯淑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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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雪鳳 李欣傑 柯淑琴 就是沒人投王進就對了 講太白了 我只是就那個數據 講出一些我看到 今年對於王進來講 已經是非常豐收的一年了 對在這個網路聲量在曝光上面 然後他在這個項目獎項當中 其實也入圍了 但你知道人生的路跟這個影壇的路還很長 是的 對前面有這麼多道牆擋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究竟誰能夠得獎呢 我們就期待了到時候金馬的項獎典禮 對那今年的金馬獎當中其實包含了 有幾個新人其實你很期待 你也希望他得獎對不對 對我先分享一下這個 就是網路聲量排行榜當中 在金馬五六最佳心境演員當中的排名 第一名是大鱷的蔡佳音 第二名是樂園的圓騰 第三名是下半場的范少萱 第四名是返校的曾淨化 第五名是我的靈魂是愛做的邱智宇 小思怎麼去看現在這個榜單 因為其實蔡佳音她的那個角色 其實發揮空間還蠻多的 然後在台北電影集的時候 其實就有很多人注意到 大家都會覺得如果要拿獎的話 這個角色基本上可以發揮空間比較多 看起來含金量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就算你是小鮮肉 你的聲量未必高 他們相對就在後面 像是返校還有下半場 那Birdy覺得這兩位男演員 我覺得下半場的范少萱 我個人是很喜歡 我覺得他的角色其實也是擔當其整部片 而且因為他跟在戲裡面 他跟他的弟有一個個性上的反差 所以會更突顯出這個角色的獨特性 其實他本人是非常活潑的 但是他在裡面完全是一個陰遇的少年 但是又有一種陰遇的陽光 然後加上他的刻苦練習 所以我覺得也是蠻有機會的 那返校的新演員 我覺得可能相對比較是類型表演 就是比較單一 可能機會小一點我這樣覺得 接下來這一題就是要問瑞珠了 因為邱志宇的我的靈魂是愛做的 他以這一部片入圍 但他之前有另外一部 為大家所認識的就是台北歐語 我覺得在我們的企劃當中用了一個非常好的字眼 叫做台北烏語是個容錯率比較高的電影 然後他 誰想出來的啊 非常非常的有這個功力 所以說這樣的一個作品的轉變 然後這次讓他入圍了 你怎麼看 我覺得大家要先去看這部電影 就會知道邱志宇 你說台北烏語嗎 不是不是 我的靈魂是愛做的 大家就會知道說邱志宇為什麼會入圍 因為他真的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認真 而且非常的放得開 張凱文 所以呢你們可以叫老師Kevin 老師有障礙耶 這樣可以嗎 怎麼很好笑是不是 他是演一個公民老師 然後他是同時是一個同志 他同時在用公民課在宣揚說 我們必須要公民不服從 我們要怎麼樣去實行我們的公民的權利 所以呢他是一個 但是他當然身為一個同志 他會受到很多很多的挫折 但他永遠都是不放棄 所以我覺得這個casting非常的適合他 因為邱志宇也是屬於一個完全打死不肯放棄的人 所以他就完全就是把他自己的一股精力 跟這個角色完全的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真的瑞珠你幫他拉了好多票 真的耶 如果評審有看到你以上的這個分享 可能真的是他的票數能夠多多的增加 其實我是想要投給袁騰的 直接這個公民 那我們趕快請大家來寫下來了 萬一他寫的不是袁騰就過分囉 好大家那個白板可以拿起來 然後寫下你們在這一個最佳新演員的獎項當中 你們心目中去想可能的這個得獎者 你們的心頭好是誰 剛有時候常會聽到說演員的落差 他的本質跟他演出來 好像也是一個讓他得獎的大機會 但評審如果又不知道他私底下他 他最後就只能靠著他在螢幕上面的演技去判斷 所以常常在過往我們會去討論 這個到底究竟是本色演出 還是他有技巧跟有演技的表現 或是你想Push他得獎 是不是要用力發稿說他本人跟他有差別多大 然後什麼的 對 因為在有一年其實 勢之愈合的導演的電影 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裡面的那個小男孩 柳樂幽銘 他那年就拿了砍成的最佳男演員的時候 就引起了這樣的論戰 他到底是在演他自己還是他有演技 好 現場的這個五位來賓請亮票吧 已經看出來了 我非常的這個就是尊敬跟景雅瑞說 你是言行一致的人 圓騰 蔡佳音 范孝勳 蔡佳音跟范孝勳 蔡佳音跟范孝勳 蔡佳音 我要解釋一下我覺得蔡佳音是會得獎的 但是就是范孝勳 對對對是個人喜愛的 姐姐心裡愛 對對對 所以他會這樣 好 今天其實五位的專家 從各自的專業角度當中去分享了 從我們今年的金馬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影帝影后 以及最佳新演員當中的戰況 以及可能得獎的名單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在下面預測一下 對 就是可以在我們的這個所有的社群網站的帳號下面去 分享你們心目中的得獎者 我只是想跟這五位開戰都很歡迎啊 對 可以指名啊 他們都有臉書你們可以直接 好過分 好過分的一個節目 對 我們再次感謝瑞珠 小池 Birdy 凱音 以及英語精彩來到我們的節目 謝謝大家 那為了想知道更多的資訊呢 也可以在IG 臉書或YouTube 搜尋我們 掌握最新的資訊囉 謝謝今天的收看 掰掰 掰掰 謝謝 感謝大家